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科学怪谈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福特的酸性葡萄酒,电池的酸甜起源 2.费马的最后定理涂鸦,数学边缘的神秘笔记 3.拉瓦西的气体烹饪术,人素的美食革命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福特的酸性葡萄酒,电池的酸甜起源 各位尊敬的听众,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个酸酸甜甜的故事 这不是一个关于美食的故事,而是一段电池历史的酸甜起源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名叫亚历山大福特的意大利物理学家 他在18世纪末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电池,福打电堆 在福特之前,人们对于电的认识还停留在静电和闪电等自然现象上 但福特,这位科学界的美食家,不仅对酸性葡萄酒有着深刻的理解 更将这种理解应用到了电学的领域 他发现,当两种不同金属进入酸性溶液中时,就会产生电流 这个发现就像是在科学的大餐中加入了一道创新的开胃菜 让所有人为之一亮 福特的这个发现,可以说是在电池的历史上挤了一颗酸柠檬 让整个科学界的味蕾都为之振奋 他将同核心这两种金属片交替堆叠起来 中间加住尽有盐水或酸性溶液的布片 从而制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电池,福达电堆 这个电堆不仅能够持续地提供电流 而且还可以通过增加金属片的数量来增加电压 这简直就像是在调节菜品的酸甜度一样 既科学又富有弹性 福特的这项发明,无疑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 它就像是一瓶陈年的酸性葡萄酒 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和影响力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可 从那时起,电池就成为了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能量来源 无论是在医疗设备,通讯工具 还是在我们日常使用的各种电子产品中都扮演住重要的角色 所以,下次当你享受住酸甜可口的葡萄酒时 不妨也想一想 这酸甜之间竟然隐藏住电池发展史的一段趣味意识 而我们的福特先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也可以说是一位无意间将美食与科学结合的创新厨师 他的这道酸性葡萄酒电池 至今仍然在科学的盛宴中发挥住他的酸甜魅力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费马的最后定理涂鸦 数学边缘的神秘笔记 当然,我很乐意以一种轻松的方式来讲述费马的最后定理 Fairmos Last Theorem的故事 这个故事充满了智慧、谜团 以及数学史上最长的悬念之一 费马的最后定理 这个数学界的长跑偶像 起源于17世纪的一个边缘涂鸦 皮尔·德费马 一个法国律师兼业余数学家 他在阅读古希腊数学家丢翻图的算术时 在书的边缘写下了一句 让后世数学家们头疼不已的话 我发现了一个真正美妙的证明 但这里空间太小 写不下 他所指的是这样一个命题 没有任何三个正整数 A、B、C 能满足方程 AN加BN等于CN 对于所有大约二的整数 N 成立 这就好比是费马在数学的边缘空间里 埋下了一个宝藏 然后又调皮地 把藏宝图撕了个四分五列 后来的数学家们 就像是在解决一个几个世纪的谜题 他们挖掘 推理 失败 然后再试一次 这个定理就像是数学界的白金 许多数学家像是狂热的亚哈船长一样 追逐他 希望能够捕获这个 逃避了数百年的数学巨兽 从欧拉到高斯 再到现代数学家 每个人都试图在这个问题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但费马的幽灵 似乎总是在嘲笑他们的努力 直到二十世纪末 一个英国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 Andrew Wells出现了 他像是数学界的印第安娜 琼斯 决心解开这个古老的谜题 在经过七年的孤独研究后 他在1994年终于宣布了他的胜利 他的证明是如此复杂 以至于只有少数的数学家能够完全理解他 怀尔斯的证明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他不仅解决了费马的最后定理 还开启了数学新领域的大门 费马的最后定理的故事 是关于人类智慧的胜利 也是关于坚持和热情的故事 他告诉我们 有时候 即使是在书页边缘的一个小小涂鸦 也可能包含着改变世界的力量 而费马 那个古怪的法国律师 可能在某个地方带着一丝微笑 看着他的一个小小评论 如何激发了数学家们几个世纪的热情和智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拉瓦西的气体烹饪术 人素的美食革命 当然 我很乐意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 来讲述这位伟大科学家的故事 首先 让我们把时间的指针 拨回到18世纪的法国 那是一个连厨师 都可能因为一道糊掉的鱼汤 而丢掉脑袋的年代 在这个时期 一个名叫安托万·洛朗 拉瓦西的绅士 正在用他的实验烧杯 炖制一场科学革命 拉瓦西 这位被誉为现代化学之父的人物 其实在他的实验室里 做的事情和厨房里的大厨们 并没有太大区别 他在那里切割 混合 加热 甚至还要品尝 虽然这样做有时候会相当危险 他的目标是 解构物质 找到构成世界的基本 食材 我们现在称之为元素 拉瓦西的气体烹饪术 可以说是元素的美食革命 他不仅发现了氧气的角色 还揭示了燃烧的真正本质 在他之前 人们普遍认为 燃烧是物质中的燃烧物 被释放出来 拉瓦西却说 不 不 不 各位 燃烧其实是氧气和其他物质的化学反应 这就好比是告诉一个坚信番茄是蔬菜的人 其实它是水果一样的震惊 它的实验室里充满了各种气体瓶 就像一个调味品价 每种气体都有其独特的风味和用途 拉瓦西将气体与其他元素结合 就像是在调配一道道精致的菜肴 它的配方书 也就是它的化学论文 中记录了这些反应的精确比例和方法 这对于当时的科学界来说无异于一本元素的法式烹饪 不过 拉瓦西的美式革命并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 它还设计了一套精密的仪器 这些仪器就像是厨房里的高级烹饪工具 能够精确地测量气体的质量和体积 它的天秤就像是一个精确到毫克的厨房秤 让它能够精确地乘量化学反应中的食材 然而 就像许多伟大的厨师一样 拉瓦西的生涯也有着悲剧性的结局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 他因为被指控为税务官员 这是他的副业而被送上断头台 据说 当时有人对革命法庭说 法国不需要科学家 这就好比是说 我们不需要厨师 我们可以直接吃原料 结果 不久之后 法国人就意识到没有了拉瓦西的烹饪技巧 他们的科学大餐变得索然无味 拉瓦西的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是在厨房还是在实验室 探索物质的本质 都是一种艺术和科学的结合 它的气体烹饪术不仅改变了我们 对化学的理解 也为后来的科学家们 提供了一套精致的食谱 让他们能够继续在元素的世界中 烹饪出更多惊人的发现 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讨论了三个 关于科学的有趣故事 首先是福特的酸性葡萄酒 它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电池 然后是费马的最后定理 一个数学界的谜题 直到现代才被解决 最后是拉瓦西的气体烹饪术 它通过实验顿制出了元素的美食 这些故事向我们展示了科学的奇妙之处 它可以像一道美食一样 满足我们的好奇心 科学家们就像是大厨 他们用创新和热情 创造出了令人惊叹的发现和理论 这些发现不仅改变了我们 对世界的认知 也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故事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电池数学和化学感兴趣吗 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科学的魅力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